中共央視的前記者柴靜發表的紀錄片 《穹頂之下經過兩天的輿情發酵》 霧霾成為各大論壇呼吸保衛戰的熱門話題 不過這一切都在3月1號被噤聲 面對日益嚴重的霧霾 讓中國半壁江山蒙塵 中央電視臺前記者柴靜製作的霧霾調查紀錄片 《穹頂之下》成了這幾天最火熱的話題 影片自2月28號上網兩天 引起上億人關注 中共黨媒大篇幅報導《穹頂之下》 連新任的環保部部長也表示鼓勵、支持、感謝 不過3月2號 情勢突然急轉直下 中共黨媒和官員連夜將之前在社交媒體轉發的 有關柴靜的消息刪除 柴靜和《穹頂之下》在各大媒體首頁消失無蹤 根據世界新聞網報導 中共網管處1號發出聲明 包括網絡和網絡媒體都被要求在21小時內 須將《穹頂之下》的相關報導一律撤到非重要的位置 各家媒體不得對《穹頂之下》進行炒作 要做好網上輿論控制 臺灣中時電子報說 柴靜的《穹頂之下》連夜被消除 主要是官方懼怕影響力太大 因為紀錄片真相公布短短兩天一夜 至少兩億次的點擊量 還不算互相轉發和口口傳播 這意味著每三個網民中就有一個人在關注 外界揣測 柴靜背後有人撐腰 紀錄片《穹頂之下》在中共兩會開議前公布 是執政當局打算開閘中石油 中石化的前兆 要進行整理 清理 改造 那這個矛頭就指向了中石化 中石油 就指向了周永康 或者是你把它再擴大一點 也可以指向了江澤民這個集團 他們的利益集團 那麼從這個角度開火 如果他們這樣開火成功了 那他就把它這個火啊 反腐的火力擴大 擴大到所有的國有企業部門 最終的目的 習近平要把經濟大權拿到手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 這部影片將中石化與中石油 這兩個長期毒霸壟斷的國企揪出來 指出這兩桶油對中國的霧霾 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 全世界的石油企業都會去 盡量的維護自己的行業利益 這是一個公司的天性 這無可厚非 我們很想知道說 其他國家到底是誰在制定這個標準 紀錄片舉例 許多國家的石油品質標準 都是由國家環保部門來監測 對此有人跳出來反擊 中石油質量與標準管理部副總工程師 萬戰祥發表文章認為 每個老百姓都是霧霾的製造者 但是管控、治理、消除霧霾責任在政府 對於治理霧霾 中共人大代表宗慶厚也發表意見 他說 解決霧霾問題不能光收費 中國環保目前存在收費太多 卻無法解決問題的情況 時事評論員夏小強則撰文認為 在中共現有的體制下 高層的反腐需要民間的支持和推動 採淨視頻的出現以及引發的公眾和官方的反應 都是在習近平針對江澤民集團反腐打虎大背景下的事件 因為空氣治理涉及到多方面因素 要得到有效治理是長期工作 夏小強表示 這一事件起到的主要效果不在治理霧霾 而在政治層面